同学们好 这节课可以大家伙讲解这个区域系 区域系 区域系呢 就是说既可以这个挖槽 也可以当这个洗面 平面洗来用 好 我们呢 这是两个多余的文件 别让它混淆了 好 我们现在打开ArtCam2008 产生新的模型 现在举例来说的话 我们有一块木料 是100乘100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 然后呢 这地方单位选毫米 加工原点 一定要选在这块料的中心位置 然后点击确页 我在这上呢 画一个圆好了 随便画一个圆 我也不调它的尺寸大小了 随意就好了 产生关闭 这样就生成了一个路径 这样就生成了一个路径 那么区域系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区域清除 我现在呢 想在这块木头上呢 按照这样的 洗出来一个圆 我想洗呢 洗下去呢 洗出来一个圆的槽 塌下去的 我想洗下去两毫米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设定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一定要选住这个路径啊 然后点击这个区域清除 出来对话框了啊 然后我们这么看一下 比较直接 然后开始深度一次零 结束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把这个槽 这个圆槽呢 是下去是两毫米 那我们就填负二啊 余量不留啊 这个刀具余量都都都没有 那什么都不用 然后加工安全 最高度呢 这里呢 就是15啊 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路刀前 和程序结束后 这个刀的位置啊 就是15 刀呢 我们也是选一把 呃 面洗刀啊 6毫米的啊 跟刚才一样啊 选取 然后呢 呃 航距呢 是1毫米 下切布具呢 啊 每一层 我们是切1毫米啊 然后加工呢 平行加工 这里呢 也可以选片子 这些 你可以下课以后 自己慢慢的去体会一下啊 呃 增加斜向移动 这个增加一下子 因为 平面洗刀和这个 平面洗刀的话 垂直下刀的话 非常伤及其合刀啊 如果这是6毫米刀 刀要是小一点的话 像0.5毫米 或0.3毫米的那种转头啥的 要是 不转头 平面洗刀的话 你要那么下刀 刀会断不可啊 材料 跟刚才一样 也是5毫米厚啊 哎 好了 我们现在生成 哎 这就生成了 然后我们关闭 然后我们仿真一下子 来看一下 哎 这就生成 这就是一个切割的过程 大家会看到没有 这就是说在这一个面上 挖了一个槽 这就叫做 嗯 这就叫做这个 区域清除啊 区域清除 啊 你也 当然你也可以呢 假如说的 有很多这个同学啊 拿着这个木料啊 表面是不平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 区域清除的方法 把表面呢 给洗平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啊 然后呢 重新呢 创建一个模型 也是100乘100的啊 然后点击确页 因为是100乘100的料 那么我们在这个区域清除上面呢 洗平面上面呢 我们也就画一个正好100乘100的吧 一个路径啊 这里呢 我们是正方形 然后呢 是100 是正好100啊 然后圆点呢 是跟那个 圆点是一样的 这个路径 都是跟方块 圆点一样 都是0 角度没有 然后呢 按产生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 这样一个路径啊 做了这样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 也是100乘100的啊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区域清洗 区域清洗呢 从0开始 都是从0开始 结束深度 假如说我们想写去 30个诗 那就选 填上0.3啊 0.3 刀具呢 我们应远选6的刀啊 但在这里要编辑一下子 下刀的布具 因为我们这一刀子 我们整个这个加工就写平面 写去30个诗 所以下切布具呢 我们就选0.3就好 好了啊 其他的都不便 然后选取 这样一刀的话 就能把平面加工出来 呃 区域清除策略 你可以平行加工 也可以偏制加工 这里面 呃 你倒闯可以选一下两种 看看不同的效果 但我看差别不大啊 材料呢 还是5毫米厚 然后现在生成 哎 这就生成了这个 呃 切额的这个路径了 切额的道路了 然后我们仿真以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就是把这个面就给洗平了 去塞死个诗 哎 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 大家伙不到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过程 我给用这个仿真给大家伙看一下 这样呢 这就是整个刀 模仿这个雕刻机实际加工的刀的行走的过程 这就是说洗平面 你有了一块木料表面不平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给它洗平啊 好 好 我就不再继续让它 演示下去了 给它关掉啊 呃 那这个 解课呢 讲的就是这个 区域清除 呃 你也 它可以呢 寄洗槽 洗出来这个槽 也可以呢 进行这个呢 洗平面 洗这个平面啊 表面的加工 那好 谢谢大家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这堂课就讲到这堂课就讲到这里